您好 海明薇说 巴黎是一场流动的饗宴 巴黎设计感十足的电影院不少 巴黎取景拍摄的电影场景很多很多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巴黎别具特色的电影院 一起来发现导演眼中美丽的风景 欢迎收看巴黎我的谬师 大文好 海明薇说 如果你够幸运 在年轻的时候得过巴黎 那么她将永远跟随着你 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饗宴 海明薇的巴黎回忆录 一面欣赏花都的明媚风光 写成流动的饗宴 这本书是心灵鸡汤 生活在巴黎 每天都置身如电影画面的场景中 一连串的电影列表 你看看 这么多 因为巴黎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值得取景的地点了 诶 说到电影 一定要提到这第一部在1895年的电影 火车近战 由法国鲁米埃兄弟所制作的黑白无声短纪录片 火车近战是世界上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影 当时在巴黎首次公开放映时候 真的是把观众都吓坏了啦 真人大小画面的火车直冲着他们而来 人们尖叫惊慌失措的跑到放映室的后面 认为火车真的要撞上他们了 另外 不得不介绍这位电影的鼻祖 乔治·美里埃 在早期的电影技术 他有着卓越的贡献 1902年 法国上映的黑白无声科幻电影 《月球旅行记》 讲述着六名勇敢的天文学家 乘坐的太空舱到月球旅行的故事 动画的特效算是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月球脸》的画面制作听说是最早的定格动画技术 《Conex》在1932年开张 它是当时在巴黎最大最大的电影院哦 《Conex》是电影象征性的地方 主厅可以容纳2700名观众 这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 也是著名的无线电程音乐厅 在纽约设计参考的典版 电影院内部的装潢也非常的著名 是超级有气氛的影厅哦 根本就是约会地点的首选嘛 竟然还有蓝天白云加上满天的星星耶 哇 也太太太太太浪漫了吧 不用看电影 看装潢就够了啦 应该是说 在这里看电影 真的是一种浪漫的享受 《Conex》光听名字就知道它最大 它最多 什么最多呢 就是在这里可以体验和上千轮一起看电影的快感 那什么最大呢 就是它有全欧洲最大最大最大的电影屏幕耶 巨型屏幕以壮阔的姿态登场 让观众有绝佳的视野及生光效果体验 每一部播放的电影场景 画面都有更逼真的立体感 长24.9米 高11.35米 280平方米的巨型萤幕 来欣赏电影《震撼力十诛》 地中海风格 古董浮雕 五颜六色的墙壁 灵感是来自南发蔚蓝海岸的颜色 将星空的梦幻 度假场域的悠闲 轻松的氛围 统统都设计在电影院中 想象力让视觉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高11.35米的电影 高11.35米有个传统 就是每当有迪士尼电影要上映的时候 在现场就会有精彩的水舞表演 光影 水木 镭射 精彩万分的水舞表演 气氛真的是嗨到 可以观赏视剧表演 音乐演出 甚至地板还会打造成 滑冰秀的会场 我想大家你有看过冰雪奇缘 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Navigo Navigo 不 是 Lavigo Lavigo 动画音乐演出 舞之曼妙的滑冰秀 不敢相信这是电影院耶 加上一部部精彩的电影 配着水木隆重登场 让看电影也能像看球下一样的过瘾 掌声如雷 欢声雷动 气氛热烈 真的是太震撼了 高雄X是巴黎不可错过的精彩电影院 位在巴黎时区的卢克索电影院 玩如一部史诗电影的拍摄场景 卢克索的名字是参考古城迪比斯 埃及国王的古都遗史城市 卢克索所命名的 而放映厅则是以埃及导演的名字来命名 建筑师是亨利哲普辛 卢克索电影院是古埃及的装饰艺术风格 大家可以发现在电影院里面有很多的埃及符号 独特的古埃及装饰艺术风格 埃及图像 甲虫 莲花和沙草头纸 以及巨大的埃及法老王雕像 还可以看到戴翼日伦 这被认为是太阳声的象征符号的埃及元素 以及这电影大厅的衡量 是使用神秘的象棋文字来装饰哦 卢克索是巴黎艺术感十足的电影院之一 埃及乐潮发生在法国20年代 一度引领当代的重要流行时尚风格 埃及的优美几何造型 金属的简洁设系 有高度装饰的效果给予设计师强力的启发 古埃及艺术成为装饰艺术风格 up the code的一部分 卢克索电影院就是当时 埃及狂潮席卷巴黎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卢克索不仅是一家电影院 这里以前还是个夜夜深歌 巴黎最大的同性恋夜总会哦 远处可以远跳巴黎圣星堂的美景 不克索电影院从1920年开张以来 让大家都一直非常着密于这充满异国情调的电影院 随着时间一代代的更换 一幕幕的来来去去 不克索电影院见证着巴黎城的大小事 电影院的外墙由马赛克装饰拼贴而成 传奇色彩的古埃及文明 在巴菲斯的十字路口 卢克索电影院 再次骄傲地叙说自己华丽的过去 拉丁区有一条电影街 光是这条街上就有好几家小戏院 常常可以看到默默无味 vi 感谢观看 在宏伟德圣诗德旺唐的午夜 一场奇幻的相遇就迟展开 午夜巴黎这部电影中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台黄色小车 在这里接男主角 可以带他穿越来穿越去 如果有一天也可以来个穿越巴黎 哎呦我真的也非常想要耶 可以和过去的大文豪和艺术家交流 真的是非常幸福哦 来 让我再起来了 当盖尔在为自己的小说寻找灵感 而独自在巴黎四处显幻的时候 午夜的钟声响起 故事就开始了 卖作片以达文西密码中的 罗浮宫金字塔 自单布朗小说里的圣杯符号 兴起了大家对宗教艺术史的兴趣 被域名的道金字塔设计 玻璃边缘有着临近般的折射效果 当太阳照射时光线透过玻璃折射成各种颜色 光彩夺目地照在小金字塔上面 电影场景引领大家踏上一场符号解密冒险之旅 大文西密码书中说 道金字塔它是一个巨大道智的天窗 好像中午时一样在楼面夹成处旋着 电影哈达对于这部电影在制作之前 团队PIXAS他们在巴黎到处取景 寻找适合拍摄的场景 有处义天分的老鼠雷米 梦想着成为大厨 但爸爸警告他人类很危险 巴黎市中心的捕鼠店 架着老鼠的惊悚补器 是动画电影拍摄取景的灵感场景之一 哦啦啦看看人类对你们做了什么 不只是电影 连动画都爱上了巴黎的美 电影场景全面启动 就是在这个桥上拍摄的 男女主角在比亚坚桥上 创造一个如梦似幻的梦境 1903年修剪的比亚坚钢桥 桥上无限延伸的廊柱 是导演眼中有如梦境般感觉的场景 把城市对着起来 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 我觉得导演Christophe Noblanc的灵感 应该是来自于一张折织卡片 就像这样轻易的 把城市折叠起来 一幕幕巴黎街道像模型玩具的被对折起来 让人自由的在立体空间行走 解释着梦中人物都是做梦者的思想投影 真实放大版的折叠城市 和梦境的创造 真的非常有想象力 波兰护许是巴黎历史最悠久的歌舞秀场 也是康康舞的发源地 由妮可济曼主演的红模仿 华丽的盛大的歌舞场面 获得奥斯卡最佳的影像提名 美丽的女人美艳的舞蹈 红模仿的夜晚展现夜巴黎风情 华丽绝伦 红模仿屋顶上的红风车闻名于世 也是后印象派画家 罗特列克的绘画主角 红模仿是由巴茲鲁赫曼指导的电影 讲述沙婷和克里斯安的绝美爱情故事 红模仿附近的咖啡的灯幕浪 是艾蜜莉以前打工的咖啡馆 因为这部电影 让这间咖啡馆婴儿声名大噪 咖啡馆就放着艾蜜莉的椭圆形搭剧照 亮黄色的灯管 就跟电影的场景一模一样 还可以看到出现于电影中的小道具 Colinio杂货店冷酷的老板 备受欺负的伙计 都是她想热烈帮助和整人的名单 环瓶的艾蜜莉就是在这里 打电话给妮诺 把上本还给男主角 导演Jean-Pierre Jeunet 在艾蜜莉的异想世界 色彩的灵感是来自巴西艺术家的 一幅幅画中 红玉对比色彩色调贯穿电影 神秘的气氛用颜色来说故事 黄色是记忆 红色是乐情 绿色的场景是情绪 导演眼中的巴林 与现实不同 少了城市的喧嚣 是童话故事里的异想世界 艾蜜莉利利用自己的力量 试图帮助周围的人 助人为快乐之本 她看到世界的趣味可爱 也找到自己的幸福正爱 谢谢收看今天的巴黎 我的谬师 我们下次再见 Au revoir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 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